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小花廚房 今天我們要來做日式番茄奶油燉菜 首先準備北海道白醬塊半盒 五穀雞腿一份 綠花椰菜一顆 中大型馬鈴薯兩顆 中型紅蘿蔔一根 中大型洋蔥一顆 中小型牛番茄四顆 鮮奶150克 水700克 番茄醬一匙 先將魚花椰切小朵 這樣再去清洗也會比較乾淨喔 中間梗的部分把周圍較硬的部分切掉 中心的部分很好吃喔 切小塊 雞肉切成四口的大小 紅蘿蔔去皮 切除頭尾 再切成小塊 紅蘿蔔可以切小塊一點 這樣比較快熟 不喜歡紅蘿蔔的人也比較能接受 用番茄去除蒂頭 切半 將蒂頭切除 再對切之後切小塊 紅蘿蔔 奶油燉菜加了番茄非常美味喔 超級好吃的 又更營養 洋蔥去頭尾 撥除外皮 切半 接著切成粗絲 再切成三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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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零薯去皮 切塊 開中火熱鍋不用加油 放入切好的雞腿肉 先不翻動煎個一分鐘 可以看到雞皮都呈現金黃 而且逼出了很多油脂 持續翻炒到雞肉表面都上色就可以囉 像這樣就可以先盛起備用 直接使用人鍋開中小火 加入切好的洋蔥 持續翻炒到洋蔥金黃 加入番茄 翻炒一下 加入紅蘿蔔小塊 翻炒均勻 持續炒到番茄有點糊糊的感覺 這樣就可以加入馬鈴薯 這樣就可以加入馬鈴薯 翻炒均勻 加入700cc的水 稍微攪拌均勻 煮滾後轉成小火 可以蓋上鍋蓋加速食材熟喔 等待時間來煮綠花椰菜 水煮滾後加入綠花椰跟一茶匙的鹽 用中小火煮兩分鐘就可以撈起備用囉 可以用筷子確認馬鈴薯跟紅蘿蔔熟了沒 筷子可以輕易揉過去就代表可以了 加入雞腿肉 攪拌均勻 加入一匙的番茄醬攪拌均勻 加番茄醬會讓番茄味道更濃郁 接著轉成最小火 將白醬料理塊分成小塊加入 攪拌均勻濃解 接下來都要持續攪拌避免鍋底燒焦喔 持續煮到醬汁變濃稠 加入鮮奶 加入鮮奶 攪拌均勻 一樣要持續攪拌並煮到醬汁濃稠 像這樣就可以加入綠花椰菜 稍微攪拌均勻就可以起鍋囉 這樣今天的日式番茄奶油燉菜就完成囉 超級香感覺好美味 顏色也很漂亮 很豐富的配料 可以準備略硬一點的白飯 淋上番茄奶油燉菜 這樣真的無敵好吃喔 大人小孩都會很喜歡的 而且加了番茄會讓奶油燉菜變得不膩口 味道超級好我超喜歡的 營養也大大提升喔 準備好了開動吧 也太好吃了超幸福的 番茄跟奶油燉菜根本就是絕配 推薦你們一定要試試看 吃過真的會愛上喔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